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临死之前霍光还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帮他哥哥获去病留下香火 因为他知道没有获去病 就没有他霍光今日的荣耀 而霍家也只能是 拼安御语的小门小户 看着汉轩帝在自己的病榻前 煽然泪下 霍光心里明白 这泪中有一半是悲伤 而另一半却是兴奋 所以他是什么吧 霍光很清楚 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去在意这些了 他唯一要做的 就是恳请眼前这位睿智的皇帝 能够同意自己把封义拿出三千户 转送给哥哥的孙子霍山 因为这是他这辈子 能为对他有再造之恩的哥哥 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这个要求 汉轩帝自然会答应 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 更何况病榻上的这个人 于情于自己有恩 于礼于大汉有功 而且霍光一死 自己这皇帝身上 那种如芒在辈的感觉 也会疏然消失 桎故将去 汉轩帝常说一口气 他当然乐得让霍光闭上双眼离开 闭眼吧 汉轩帝在心中默念着 你闭眼了 你闭眼了 我就不用再顾及你那阴损一般的眼神 你闭眼了 才不会看到我嘴角浮现的笑容 也只有你闭眼了 这大汉的天下 才能成为我眼中的天下 霍光的葬礼 汉轩帝亲自去了 因为他要让霍光 风风光光的离开 就像他也会让霍家 彻彻底底的消失一般 让霍家消失 汉轩帝已经不知道 在梦中憧憬了多少回 至于原因 那就是霍光太强了 这种强 让汉轩帝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汉轩帝的不安 从下面三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 如芒在辈 汉轩帝是霍光 在废掉了刘鹤的皇帝之位后 所扶植的 对此汉轩帝很明白 只要有霍光在 他这个皇帝就是无根扶贫 一个不慎就会冲到刘鹤的覆辙 所以他在与霍光同城一车的时候 会有如芒在辈的感觉 二 君臣分歧 汉轩帝喜欢许平君 所以他想要立许平君为皇后 但霍光身为一手遮天的拳帝 自然也想让汉轩帝 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霍家的权势 可以更加稳固 而最终汉轩帝固执起见 坚持策立许平君为后 这就导致他与霍光君臣之间 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 三 正从光出 只要有霍光在 大汉一切事物的决定权都在霍光手里 汉轩帝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 并没什么实权 这就使得 无论汉轩帝有多么远大的报复 只要霍光不赞同 就只能作罢 皇权 名存实亡 是每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的 更何况 汉轩帝这种 逐渐极强的帝王 所以 霍光的存在 是对汉轩帝最大的威胁 但碍于霍光根深蒂固 且庞杂的权力网 汉轩帝只能暂避锋芒 而今 霍光这尊神已然离去 汉轩帝的手脚没了束缚后 便慢慢弹出 悄悄地架国烧水 直等着霍家 剩下的那帮猪 胀得肥些再肥些 神死了 主该怎么生存 其实汉出三姐之一的萧和 已经给出了答案 当年萧和随刘邦征战天下 为大汉朝的建立 立下了数之不尽的 最大功劳 刘邦在论功行上的时候 将萧和 排在了功臣之手 地位如此崇高的萧和 在买地盖房的时候 却只选那些偏僻的地方 盖的房子也从不修为强 因为他明白 只有他这样做 他的后人 无论是神也好 还是猪也罢 都能在他生死后得以保全 萧和的做法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 低调 而霍光英明一世 却将枕边人与后世子孙 都豢养成了猪 这些猪在没了神以后 却依然没有当猪该有的觉悟 霍光的老婆霍贤 就是这些猪里 飙涨得最为肆无忌惮的 他在霍光生死后 彻底放飞了自我 先是私自将霍光领母的规格 提升了不止一个等级 又在生活上极尽奢华 张扬的一塌糊涂 更重要的一点是 霍贤竟然在霍光尸骨未寒的时候 公然与他的小情人冯子都私通 霍贤作为投猪都如此做派 那么他旁边的人哪里还能想到 疯狂涨标的猪是有危险的 于是霍玉和霍山这两个霍家 在霍光以后最有权势的人 也开始大心土木 将自家的宅子建得豪华无比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霍家有多风光 除了建宅子 他们整日间飙车游乐 生活的惬意无比 而霍云这家伙更过分 该上朝的时候 竟然多次借着请病假的游头 出去聊天喝酒 打猎作乐 一无猪都疯了 疯狂的长着张扬的彪 这种张扬甚至已经到了 将皇宫当成自家游乐园的地步 汉书中记载 霍显和他的女儿们 整天随意出入皇宫 每早每晚的在宫里嬉戏玩耍 猪的彪越肥就死得越快 霍家还活着的猪就是如此 甚至他们在长彪的时候 还没想着汉轩弟这么早 就开始架锅烧水了 汉轩弟怒了 原本看着霍家还活着的猪 整日四处乱拱 疯狂长彪 汉轩弟的心情还是愉悦的 所以他只是架了锅 没烧水 但是当得知许平君 这个与自己相交于微末的皇后 竟然是被霍显派人毒死的后 汉轩弟的怒火就一串十丈高 他是真的怒了 霍显之所以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将怀有身孕的许平君 置于死地的目的很简单 他想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军当皇后 而许平君不死 皇后之位对霍成军而言 只能是锦花水月 汉轩弟发怒 后果很严重 那早已架好的锅里 顷刻间填满了水 锅下的柴火 也开始跳跃起了青色的火苗 只等汉轩弟将霍家 拔毛洗刷干净后 就可以开始烹制一席 稳固权力的盛宴 为了给霍家拔毛 汉轩弟做了一连串大动作 一 削弱霍家兵权 霍光虽死 但霍家手里有兵权的人 依然很多 霍光的女婿 范明友身为平陵侯 还兼任杜辽将军 卫央卫卫 霍光的其他女婿中 任胜是朱立中朗将和雨林坚 邓广汉是常乐卫卫 赵平则是散纪 启都尉 而霍光的儿子 霍宇 更是大司马兼有将军 这些都是实打实 而且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军职 汉轩弟要想拿霍家开刀 就要面临来自这些手握重兵的人的巨大压力 一旦有所差错 汉轩弟架起来的锅 就会成为他自己的葬身之地 为了保险起见 汉轩弟显示将范明友任命为光禄勋 掌管宫廷守卫 但是以此为契机 却收了范明友的杜辽将军应喜 至于任胜 也让他出任太守 当了地方官 其对手底下雨林均 就没了话语权 而常乐卫卫 邓广汉 则转任少府 负责皇帝的私人金库 与军队压根没什么联系 而赵平的齐都卫兽印也一并被剥夺 至于块头最大的霍宇 则交出右将军兵权 专职大司马一职 削弱了霍家势力掌管的兵权后 汉轩弟心中松了一口气 没了巨大的兵变危机 他就放开手脚 干了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剥离霍家 在关键位置的掌控权 二 将霍家势力调离枢纽位置 汉轩弟要瓦解霍家 在枢纽位置的权利 首当其冲的 就是之前提到的 朱立中郎将 与林坚任胜 他在丢了军权后 被派往甘肃安定做了太守 而霍光他妹妹的女婿张硕 则从几世中光禄大夫的位置 被调整为蜀郡太守 调离了长安 而孙旭王汉 也被免了中郎将之职 派往甘肃武威做太守 将霍家嫡系人马 纷纷调离到远离长安 这个政治中心的地方 汉轩弟的意图不言自明 再加上之前 已经削弱了霍家兵权 汉轩弟之后对人事的调整 所面临的压力 就会减少很多 基于这两点 汉轩弟又对人事 做了第三方面的调整 那就是提拔属于 他自己的嫡系人马 三 安排亲信互为公事 汉轩弟的嫡系人马 有两派 一派是前皇后许平均的家族 另一派则是汉轩弟 他祖母史良帝的家族 许家出身微末 许平均的父亲 许广汉 曾经受过攻刑 并在汉轩弟即位后 被霍光以此为理由 拒绝将其封侯 再加上许平均是被霍贤所害 故而许家与霍家 不共戴天 更何况 许平均的儿子刘氏 是当朝太子 许家为了日后的前程 也必定会全力支持汉轩弟 所以 汉轩弟在剿灭霍家的过程中 许家是可以被绝对信任的 而史家 则是汉轩弟更为强大的依靠 史良帝是汉武帝的废太子 刘炬的妃子 并为刘炬一脉 保留了唯一血脉传统 而这唯一的血脉传承 就是汉轩弟 在汉轩弟还流落民间之时 史家就是他最大的庇护所 所以 史家与汉轩弟的命运 本就是联为一体的 有了最为可靠的帮手 汉轩弟就大肆提拔 许家与史家的人马 统领与邻军 和其他士官皇帝安全的 所有重要岗位 安全有了保障 其他事情做起来 自然就势如破竹 汉轩弟已经着手 削弱霍家的势力 霍家人当然看得出来 但他们此时 产生了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 那就是 他们认为 汉轩弟此举 仅仅是为了不让霍家 一家独大 并没有认识到 汉轩弟此次 是要将霍家连根拔起 这点可以从 汉轩弟打击霍家势力时 霍家众人的反应 亏见一二 首先 产生战略误判的 就是霍光的儿子 霍宇 霍宇当时身居大司马之职 可谓是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是霍家 在霍光去世后的 实际掌权人 而他在看到 汉轩弟的 一系列人事变动的时候 只是预感到 汉轩弟要排斥霍家 有了这个认识 霍宇并没有采取应对办法 只是撂挑子不干 回家大发牢骚 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 任轩抱怨说 皇帝能有今日 全都是依靠我父亲得来的 现在 我父亲尸骨未寒 就大肆打压 外放霍家此地 这太让人心寒了 从霍宇的话中 我们能看出两点 第一 就是他知道 霍家不会再像 霍光在世时 那般风光 第二 他这个时候 还寄希望于 汉轩弟 能敢念霍光的功劳 不要把霍家 打压得太惨 而这两点之中 并没有提及 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 这对于一个家族的 掌权者来说 有些不应该 其次 产生战略误判的是 霍山和霍云 作为除了霍宇之外 霍家最有权势的两个人 他们在看到霍家势力 被一步一步 清除出政治中心的时候 只是自怨自爱 他们的眼泪虽然流了不少 但对于事情的严重程度 都认识不足 他们认为 汉轩弟之所以 如此做的原因 有两点 一是和霍家 有过节的丞相 卫相 在山峰点火 二是汉轩弟亲政后 想要培养一些自己的班底 还不至于将霍家连根拔起 汉轩弟如此做 当然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不过 这仅仅是喜之末节 所以洞察力不足 导致他们对事态的走向 产生了战略误判 而他们之所以会产生 如此严重的战略误判 有一个人 至关重要 那就是霍贤 霍贤这个女人 将她之前毒害皇后 许平均的事情 只向霍光坦白过 而霍宇霍山等人 对此则毫不知情 直到霍山听到坊间传闻后 询问霍贤之时 霍贤由于害怕 这才将此事如实相告 得知此事后 霍山等人即被发凉 这才恍然大悟 知道了汉轩弟 这次可能不会善罢甘休 估计是要置霍家 于死地了 只是 知道了又能怎样 他们对此依然毫无办法 最终在石下和张舍的怂恿下 霍宇带领霍家 终于走上了 谋反的不归之路 汉轩弟等得太久了 霍光虽然死了 但霍家却变得更加嚣张 而现在他已经准备妥当 只差霍家剩下的那帮猪 给他一个出手的借口 虽然皇后之死也算借口 但还不足以用此来将霍家连根拔起 汉轩弟要等的 就是那种可以让霍家用事不得翻身 又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口实的借口 所以在长安城的无名小卒张张 将他得来的张舍 与霍云的舅舅李靖 密谋诸杀丞相魏相 和皇帝的老丈人徐广汉的消息 通过阳魂的嘴通报给汉轩弟时 汉轩弟高兴坏了 蛇椅出洞 汉轩弟先给霍家人等 来了一个敲山镇虎 他派执金吴抓捕了张舍石下等人 并将他们关押到廷尉府受审 但与此同时 他却并不动霍家真正的骨干 霍宇霍山等 这样一来 泰山空旋于顶 霍山等人顿时金句异常乱了阵脚 于是他们商议要先下手为强 只是此时被捕的张舍等人 已经咬出了霍家一部分人 汉轩弟趁势 免了霍山和霍云 两人宫廷宿位的职务 让他们回家待着 再加上霍光的几个女儿不长眼睛 在这关键时候 还对太后傲慢无礼 而霍显的情人冯子都 又多次撞在枪口上 于是霍玉又被汉轩弟 当面痛斥 欲下不言 糟心事儿一桩连着一桩 霍家众人吓得正日疑神疑鬼 生怕汉轩弟突然之间灭了自己满门 于是他们心一横 想利用太后诱杀魏相和徐广汉等人 然后效仿霍光 废掉汉轩弟地位 改立霍羽为皇帝 只是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汉轩弟先是将霍云 迁徙为玄徒太守 同时将亲近霍家的长使任轩 调派为戴郡太守 更为关键的是 霍云写的密信被汉轩弟截获后 直接被打入了监牢 这样一来 霍家的关键人物失事的失事 下雨的下狱 而造反图谋又被识破 且被汉轩弟抓住了把柄 霍家的人终于知道 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于是霍云霍山范明友 这等聪明人果断选择了自杀 而霍云和霍显却被抓捕后公开处决 到此 盛极一时的霍光家族 除了皇后霍成军 被废而留得一命 其余人则被汉轩弟斩杀殆尽 不但如此 与霍家有关联的数千家族 都被连带灭门 而汉轩弟剿灭霍家势力之后 才真真正正有了实权 从而为他大展宏图 开创忠心之势 奠定了坚实的权力基础 纵观汉轩弟 剿灭霍光家族的原因 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霍光一族的鼎盛 是因为霍光像神一样强大 而霍光一族的败亡 则是因为霍光这尊神 在死后不能庇护霍家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霍光因为他的强 只知尽而不懂退 所以霍家在威胁到皇权之后 被汉轩弟用霍光生死的契机 诛灭殆尽 所以做人要懂得审时度势 进退有度 这样才能屹立不倒